我已经原谅你过第一次了 原谅过你一次了 是啊 现在你不原谅了 我还能接受你下一次 你真的把我做到复杂 我说下一次会提你吗 你听得到吗 我说你下次能够接受 不能够下一次 夫妻结婚三天 妻子就被爆出怀有深运 本想好好过日子 却又知晓妻子居然回到了前夫的怀抱 在这段感情里左右摇摆的她 最终将如何收场呢 本期情感调研室 就带你来看看她的故事 眼前的女人名叫刘玉兰 两个月前和现任的丈夫李四平 领取了结婚证 可这段本该好好经营下去的感情 随着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开始有了变化 在二人结婚前 刘玉兰与李四平都没有要孩子的打算 可是刘玉兰的突然怀孕 打乱了这个家庭的布置 在这个双方应该好好交流的问题上 李四平不仅没有和刘玉兰进行过协商 反而对她拳打脚踢 丝毫没有顾忌到孩子有流产的可能 见到丈夫如此无情 刘玉兰对这个婚姻已经没有多大的期望了 只希望身为丈夫的李四平 可以和二人在一起时那样的洒脱 双方好聚好散 抱着这样的想法 刘玉兰找到了自己的丈夫李四平 可二人一见面 就因为上次打架的事情争吵了起来 原来当时刘玉兰曾经对李四平的母亲 有过辱骂的行为 一时气不过的李四平 便动手打了刘玉兰 纵使生活中 刘玉兰有过诸多过错 但是肚子里面的孩子是无辜的 那为什么李四平 会对怀有身孕的刘玉兰下此重手呢 原来当时二人是匆匆闪婚的 结婚不过第三天 刘玉兰就对李四平说自己有了身孕 去医院检查后才发现 刘玉兰怀孕的日子 居然在二人相识之前 孩子是刘玉兰潜伏的 对于这个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李四平自然不愿意负责 但是既然二人已经走到了一级 在相识之前 刘玉兰也不知道自己有了身孕 所以李四平愿意给刘玉兰一次机会 只要他愿意打掉肚子里面的孩子 二人还能继续把日子过下去 但是对于李四平的这个要求 刘玉兰不肯接受 他想要保下肚子里面的孩子 刘玉兰认为在这件事情上 虽然他做错了 但是肚子里面的孩子 是无辜的 自己也不是有意要陷害李四平 自己也没有让李四平 抚养这个孩子的想法 如今既然二人 也为此事导致双方关系破裂 他只有和李四平离婚这一条路走了 刘玉兰与李四平 从相识到结婚前后 不过十几天的功夫 二人的闪婚 导致双方都没有什么感情的基础 在处理这样的问题 自然显得矛盾重重 可是李四平却说 矛盾的重心 并不是这个突然到来的孩子 而是刘玉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 不仅没有避险 反而重新跑到了自己的前夫家 居住了四天 最让李四平感到气愤的是 刘玉兰的前夫 还用他的手机和自己打了通电话 作为妻子的刘玉兰 这让李四平大为恼火 哪怕刘玉兰说 这是在前夫的胁迫下写出来的 但是李四平对于这个依旧和前夫 纠缠不清的女人 没有丝毫的信任 在他看来 现在刘玉兰之所以找到自己 就是为了能尽早地摆脱这个婚姻 重新回到前夫的怀抱里 刘玉兰比李四平大了整整11岁 李四平的家人之前强烈反对这门婚事 但是之前已经有了一段失败的婚姻 李四平只想找一个可以好好过日子的人 年纪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 可刘玉兰越发得寸进尺的做法 让他有些忍无可忍 面对李四平提出的那些指责 刘玉兰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复 最终选择起身离开 对于这段草率的婚姻 刘玉兰内心也充满了后悔的情绪 在这件事情上自己虽然有错在先 但是丈夫的做法也显得太过于苛刻 由于现在李四平对于刘玉兰的猜忌太多 双方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交流 为了能尽快了结此事 刘玉兰找到了自己的婆婆 希望能做通李四平的工作 来到婆婆家 刘玉兰诚恳地说了声道歉 婆婆为了自己和李四平的婚事 忙前忙后这么久 到最后却让这一家人在村子里抬不起头 这让他有些过意不惧 但是还是希望婆婆能出面 让自己与李四平的关系能有个了断 老人接受了刘玉兰的道歉 但是对于刘玉兰想要离婚的想法 他并不同意 在老人的心里 还是希望儿子与儿媳能好好地过下去 为了挽留这段婚姻 老人拨通了李四平的电话 但是李四平对于刘玉兰已经失望透顶 不愿意和刘玉兰继续协商 对于这样的结果 刘玉兰的内心早有预料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 刘玉兰既懊恼孩子 为什么来得这么突然 也埋怨新婚样的丈夫 不肯为他多考虑几分 看着依旧崭新的婚房 刘玉兰的思绪万千 可是一至此 他只能选择离开 在与婆婆告别后 他收拾了房屋内的行李 转身离开 刘玉兰的离别急坏了一旁的李婆婆 他慌忙找来了周边的亲戚 想要劝说刘玉兰 但是七大姑八大姨的劝说 显然无法说懂刘玉兰 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也让他有些心理交税 现在他只想好好地静一静 在安置好腹中的孩子后 再来协商他与李四平的问题 已经42岁的刘玉兰错过了这次 往后就再也没有做母亲的机会了 为了这个孩子 他决定去找前夫孙爱民 去协商相关的问题 与刘玉兰见面后 这还是我的话我负责了 想要是你负责 对于这个还未出生的孩子 孙爱民表示愿意负全部的责任 言语中没有丝毫的犹豫 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但是对于李四平口中的 所说的另有其他的想法 孙爱民却不认同 之前刘玉兰怀孕时和自己接触的时候 并没有说过自己已经和李四平结婚的事情 还是他找自己的妹妹去调查后才知晓的 至于他是不是对李四平的家里有多图谋 显然更加不可能 孙爱民家有一栋五层楼高的拆迁房 经济条件极其优越 完全没有必要和刘玉兰一起联手 去欺骗李四平 听到孙爱民依旧愿意为这个孩子负责 刘玉兰有些苦涩地笑了出来 可没等他松一口气 前夫孙爱民却生气地开始质问他 他认为刘玉兰在这段感情里 一直处于左右游走的状态 既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又想突出自己是一个受害人的形象 似乎所有的做法都是被迫一般 其实在孙爱民的心里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他只希望刘玉兰能有一个坦诚的态度 是要与自己在一起 还是要和李四平共度余生 他都想让刘玉兰直白地说出来 对于刘玉兰做的任何决定 他都接受 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左顾沿谈 这样的做法 只能让他陷入两难的境遇 之前刘玉兰说自己怀有身孕 找到自己的时候 孙爱民接纳了他 但是由于当时他已经结婚 孙爱民希望刘玉兰先解决自己身上的事情 并保证以后不再和其他男人有所来往 可是刘玉兰不过二人的约定 重新回到了李四平身边 这才让他愤怒地把保证书发给了李四平 面对孙爱民的指责 刘玉兰也不知从何开口 只能沉默一对 刘玉兰现在身处的地方依旧是前夫的家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他都住在这里 在与孙爱民协商一次过后 他最终决定还是放弃肚子里面的孩子 并搬离了前夫家 而他与丈夫李四平之间的婚姻也已经走不下去 只能和李四平协商婚后的事宜 由于双方在这段婚姻中有太多的矛盾 这次的协商不欢而散 双方决定冷静一下再做讨论 如果刘玉兰在这段感情里可以更加果断一些 当断的事情及时断掉 或许现在的日子会过得更加的美满幸福吧 本期故事已经结束了 视频前的你如果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